台湾人有多爱吃炸猪排 看看一年超过三亿商机就知道 章鱼烧猪排 味噌猪排 噱头不少 但后发品牌得要有策略 圆圆的造型 原来这是裹着披萨的猪排 被视为餐饮大厂 拼营收的秘密武器 从日本这边引进 很多的一些品牌进来 这些品牌对我们而言的话 他们都是在做比较 传统的日式的猪排 王品夏豪宇旗下猪排品牌 号称要冲破50家店 但竞争对手也来势汹汹 实际来到另外一家连锁猪排店 可以看到店内也是日式风格 同样主打评价策略 严选猪排裹粉后下锅油炸 精准4分钟 金黄酥脆的猪排大功到成 这大环境是很有竞争力 是在猪排里面算评价 两家仔细比一比 品田牧场猪排约1公分 福盛亭1.5公分较厚 但同样都是搭配一个小菜 福盛亭白饭跟汤可以吃到饱 价格部分 品田牧场要价约350元 对手则是200有兆 我会选福盛亭品田牧场吧 肉汁比较多 民众喜好大不同 猪排市场每年成长约25% 业者为了抢这块大饼 可以说是火力全开 东森财经新闻张家学 沈玉腾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